油的健康最近大家讨论非常之多 但是不要忘记了 包括大同以及厂家里头还做什么 还有做酱油 这个化学酱油 我们不是从四五月份就一直讨论到现在吗 但是现在来告诉大家 市售的酱油里头95% 9成5通通是化学酱油 酱油也在今天待会 稍晚经济部工业局要公布给大家看 到底是不是纯的 里头刚刚不是讲有调和油吗 重点是在酱油部分也告诉大家 这些厂家里头标榜100%的产品 待会都会告诉你结果是怎么样 酱油是纯油脂可以比对它的样品来查验 验这个图谱就知道 如果不纯的话图谱会出现杂讯 看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不过我们还是请谭老师 今天有带酱油来给我们看 酱油我们刚刚讲了 现在已经直接告诉你 9成5通通是化学酱油了 那你要买纯量酱油怎么办呢 纯量至少短则半年长 给到10年才能量造成功 可见一定很贵 所以买到贵的酱油 大家都不想花钱的话 你恐怕就吃不到好货 对来 老师我们这个纯量酱油跟化学酱油简单 在那边告诉大家 那您这边是带什么样的试验品 我带一个这个就是纯量酱油 那其实你家里就可以去 因为这个药局都可以买得到的 就是酒精 那你只要用1比1 1比2到1比3的这个范围来加 你是来化验一下它 对 它如果是化学酱油的话 它不会产生沉淀 但是如果你是那个纯量酱油的话 它很快的 酒精滴下去 它就会有沉淀污出来的意思 大概1比2到 1比3的范围都可以 然后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它 摇一摇摇摇之后 它就会有一些沉淀污 然后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颜色 它不是是非常快速的 它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 像现在就已经有一些沉淀污 对 我已经看到了 这个是早上我自己做的实验 就很明显 它会有一个沉淀污 那你还可以试 这个是比较不科学的方法 我这个是化学酱油 蓝色是全量的 摇一摇 然后你看这个泡泡 它就会比较持久 这个很快就会没有了 你看化学酱油就不见了 那全量酱油的泡泡就可以持久 全量酱油的泡泡是同样是黑的颜色 黑的咖啡色 但是那个化学酱油就白色的泡泡 一测就晓得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这个酒精是家里很容易取得的 没错 那你可以一份酱油 加二到三份的这个酒精 就能够喝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说 那全量酱油好贵好贵 你要买稍微便宜一点 譬如你买到像大桶这样的产品 它是全量 但是它很便宜 但是如果你买到这样酱油回去 你要不要踹一下 试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还是这个时候消费者也要决心 好 这个时刻一分钱一分货 该买的该花的钱 恐怕也不能够省下来 当然最重要如果吃天然的 不要用到那么多酱料 恐怕问题也可以减少很多 当然这是谭老师今天 带我们来看酱油的问题 那大桶的问题 接下来应该怎么解决呢 从头到尾都在说谎 说谎又说谎 现在说应该怎么样来 来看它的罚款 关得了它吗 那罚款一定要罚吧 如何能够百倍奉还的要求它 我们请亲来带大家来看 那现在说罚了多少钱 有说2860 有说2460 都3460 2860万 尤其说因为后来又查到 它的沙拉油也是假的 其实张华县政府又开罚了600万 所以应该是3460这样的数字 但是现在呢 到底应该怎么罚 这些罚金够不够呢 其实今天韦杰来为大家 置表消息会说 当然是不够 应该要罚个NE 为什么呢 因为张华县政府 开罚的这个单位 价格都不是最高的罚金 其实今天我们看新北市也是 它是25件 一件也是20万 所以是500万 然后它不诚实 它说是最高罚金 这个部分 标识布什只能罚20万 对 那它没有把里面 这个部分放进去 它相信它是 这个标识富士 没有位而已 对 它用最轻的来承认 就是认为业者本善 对 那我们认为它是本恶 因为出发点 因为你为什么要进这么多呢 几乎都是它在进的 它跟大同两家 但是它还是用这个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还是从轻 还是从轻 基本上应该还是从轻 因为你直接就看到 他在这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他都没有办法从这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是 到底你在处罚 你要重罚 你告诉大家要重罚 包括马英九总统 包括行政院长 包括行政院副院长 所有人都说他坏坏坏坏 然后要重罚 我们已经很重了 这已经是有史以来的重 可是你看这个差别 为什么消息会一算 可以罚到2亿多 是 它说每一件都可以用 不同的这个基准来干 还是用最轻的 200万还是最重的1500万 其实郭柱 这些商人不怕 还是不怕 发两页也不会怕 其实收押 怕关 其实最怕关 你怕他关 你把它收押以后 是不是所有的话都讲了 就不敢这么大声了 所有的事情都 坦白从宽了 是不是 他会怕钱吗 不会嘛 钱推他来讲 这个是不是零头 零头 零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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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这个应该也是零头 对不对 你把它收押 收押了以后 这些商人不怕这些钱 而且有的都拖了 说好多辆车子都不是在 这个大统张 不是在高正立的底下 都是别人在开 别人的名下 所以 所以呢 到底有没有从重量刑 到底有没有重罚 有没有严惩 大家都睁着眼睛在看 大家都问 那你为什么 不可以用法律手段 他既然这么嚣张 我们都很清楚行政权 今天还有一个 被政府要抽税的人 他就讲 行政机关告诉他 所有的法令 我来解释 我来解释 非常大 然后我要查你重税 你就是重税 你上行政法院去输送 通通没有用 所以有没有手段 当然有手段 看你用不用 那怎么用 我们刚刚讲了 你为什么用罚款而已 他怕罚款吗 不怕罚款 这些有钱人都怕罚款 进那个居留所去看看 只要居两天 他就受不了 那所有该承认的都要承认 不会在这里面 强势到这样子 每个都气压压 然后告诉你 他明明犯错 你都应该要道歉的 没有 你看看没有一个这样在道歉 每个都很凶悍 有一点要特别讲一下 我如果说没有错 电视频播出来是错的话 延续五次 我们的检查署的检察官 到大统去征讯高正丽 什么时候高正丽 比如马英九总统的身份又高了 马总统还要走那个落袍 递家道去接受政讯 为什么我们五次到了工厂去 毁市面积多少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请问 我们要请调查局查一下 这个彰化地检署 到底是不是又跟他有勾结 是 好 典型委员点到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结果那集 那一百万人交保 是不是也太轻了 他赚N个亿 那现在还点到 还要去这个厂区来救训他 为什么不敢 把他请到地检署去呢 张文化地检署 这方面要怎么说明呢 待会儿回来